大家好,我是唐粒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开胃小菜 泡椒萝卜条的做法 口感酸辣脆爽,好吃又解腻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一个白萝卜和一个胡萝卜 白萝卜去皮或者不去皮都可以 先把它切成段 再改刀切成薄厚 尽可能一致的片 最后切成一厘米尖方的条 胡萝卜也同样切成一厘米尖方的条 切好之后放在一个容器中 加入五到八克的食用盐 把它们抓拌均匀 放置半小时腌制一下 利用腌制萝卜条的时间 来准备几个小米辣 根据你的喜好来决定多少 把它切成斜段 或者是切成辣椒圈都可以 半小时之后 腌制的萝卜条吸出了很多水分 把它倒掉 用清水投洗一两遍 最后用凉白开或者用矿泉水 纯净水都可以 再把它清洗一下 保证萝卜条上没有生水 最后烘一下水分 接下来准备一个干净 无油无生水的容器 倒入处理过的萝卜条 加入120到150克的泡椒 辣椒和泡椒水一起加进去 再加入80克的冰糖 没有冰糖 用白糖也可以 和3克左右的食用盐 400毫升白醋 再加入白醋等量的矿泉水 或者纯净水 凉白开都可以 最后放入小米辣 把它搅拌均匀 用保鲜膜覆盖 放入冰箱冷藏过夜 第二天就可以吃了 用无油无水的干净筷子 取出一部分 剩余的继续覆盖 放入冰箱冷藏 或者全部放在一个干净的容器中 盖盖密封保存的时间更长 瞧 洁白如意嘎嘣脆的泡椒萝卜条 吃起来特别的爽口开胃 放在冰箱里随吃随取 好吃又好做 特别的受欢迎 吃完之后可以像汤汁中继续续菜 像莴笋啊芹菜啊 泡出来都非常好吃 如果你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我是唐粒 记得订阅我 让我们下期见